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是serverless event streaming with Apache Passer function 然后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Apache Passer在这边如何使用serverless的思想 然后构建passer function这么一个组件 然后来为passer提供这样的一个轻量化的计算平台 在开始之前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一个看员爱好者 同时也是一个够语言的爱好者 然后在大国的公司是从Teddy B 然后再到Bitman 然后目前在Stream Native工作 然后同时也是有幸去年被提为Apache Passer的Commeter 主要负责的一些东西是Go function的PathClient Go和PathCPL 以及平时Apache Passer自己的本身的一些bug fix的一些工作 然后下面这个link是我的个人的Github ID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大纲是说第一点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是一个passer function 然后第二点跟大家介绍一下passer function的一个instance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再跟大家去分享一下instance下面的一些resource 也就是说一个passer function的instance我们如何去管控一个资源 在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passer function的一个予以保证的条件 这个后面我们会有具体的内容来讲到这一块的东西 除了passer function的instance 其实还有一个passer function的组件里还有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组件 叫做passer function的run time 包括我再去跟大家分享一下passer function worker是一个什么样的调度的一个过程 然后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我们在做的有关passer function的一些功能 包括一些未来的话我们会passer function未来的一些走向 OK 在开始之前其实咱们可以先来去简单看一下passer function整体的一个 一个整个计算框架的一个走向 其实从最开始我们从物理机的开始 然后再到了一个虚拟机 然后再到12年整个docker容器化活起来以后 我们大规模的往docker容器这样的一个平台去迁移 那么再到一个container的一个组件 然后再到一个server list的一个概念化 server list这个概念大规计是14年左右 然后由亚马逊提出 然后最经典的也是亚马逊的lambda表达式 随后其实在整个广泛应用于各个cloud的这种平台中 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计算平台 其实我们是从一个pass 把pass平台向pass平台点进 pass平台就是说function as a service OK OK在计算的1.0时代呢 其实我们称之为du deg的一个时代 其实就是最简单的来看呢 是说一个sport那一个sport的一个流向它流向了一个bought 然后最经过一个sport的1sport的2 经过一系列的处理最后流向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也是经典的一个deg的一个思想 其实到了到了一个计算的2.0的时代呢 其实一个dsl的时代 其实最典型的两个组件呢 是说以flink和spark为主的两个流式组件 那么其实在sport整个的这个2.0时代呢 其实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其实首先呢 我们需要去明白这 学习这不同的两个组件的一些含义和概念 包括一些map reduce 然后field map 我们需要区分去区分好各个组件之间这样的算子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它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那么其实后面到了计算的3.0时代 那么其实我们就在想 如果要给apache parser呢 构建一个计算平台 那我们究竟是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度 或者思路来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的话其实是说 那么我们有没有一种方式 让用户不用去关心 然后复杂的部署逻辑 然后不用也同时不用去关心 关心然后各个算子之间的区别究竟是什么 那么让用户真正去去关心它这个组件去计算的逻辑是什么 所以的话其实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在整个apache parser内引入了这个serv list的这么一个思想 也就是说passer function这个组件来作为整个apache parser的一个 运算的一个平台 OK 那么为什么就是一个apache的parser的一个function呢 第一个是说它部署简单 就是我们在部署的过程中呢 其实passer function 如果大家用过passer的话其实都知道passer function是可以直接和passer的broker一起启动 如果你的passer function的一些调度的任务比较多的话也可以分开去启动这样的一个passer function的一个组件 那么在启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直接通过cli或者restful api的一些形式 直接可以去操作这个整个passer function的一个创建创除包括停止包括一些debug的操作 那么这种的部署方式呢相当于是说只要你部署了一个passer的一个服务 其实是说它基本就内置了这样的一个passer function的一个服务在里面 那么用户只需要用现有的这个服务其实基本就能够达到你这样操作一个计算的一个目的 那么这个的话就相比于是说你去重新去对接一套flink或者spark的系统或者是说平台 那么第一个你先需要去了解什么是flinkspark或者你在内部的小组的话 你还需要自己去维护flink或者spark这样一整套的一个平台或者东西 所以这个呢是说我们提倡的第一个点叫做部署简单 第二个的点呢的话就是接口简单 passer function呢整个对外暴露了一个非常轻量化的一个API接口 那么允许用户去操作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计算的逻辑或者场景 包括我们在这儿也做了一个对语言的支持 那么passer function内部实现呢其实对于序列化协议的这种 这种我们采用的是一个也是portalbuff的协议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协议 所以的话基于portalbuff的协议我们做了这个 就是java function go function和python function 目前支持了这三种语言的不同的一个 passer function的sdk 包括的话在第三点上我们其实也可以做到一个轻松的扩展 ok 那么第三个大点呢是说我们的话是一个流原生的一个概念 那么其实整个在一个消息系统的领域的话 其实我们把可以把所有的一个消息或者所有的一些逻辑 我们都能抽象到一个topic中来 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topic的逻辑的抽象呢 其实我们能够把整个所有类似这样一种通过事件触发的这种机制 然后通过然后来使用topics对他们进行映射 那么相当于是说从上游的source 那么我们可以映射为input topics 那么中间经过passer function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然后再到下游的一个output topic 到了下游的这么一个output topic以后呢 相当于是说用户把自己想要的处理的结果 那么放到了output topics中 那么其实同时呢我们也支持了一个debug的功能 允许用户呢 就是说再把你计算的逻辑的一些日志信息 或者debug的一些信息输出到了一个log topic中 对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选用soul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作为整个passer在这个计算平台的一个组件 下面的话其实我们看一个比较相对比较主要的概念 第一个是说passer function instance 然后其实我们可以大家可以先看左边的这个图 也就是说整个一个passer function instance呢 其实在内部抽象的话 就是说上游的一个souls源 那么我们可以抽象为一个input topics 那么我们可以是说有多个input topics 那么其实是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整个的一个passer function的这个组件呢 它会充当一个就是右边的这个 我会充当一个consumer的角色 来去消费你input topics中的一些消息 然后消费到我的passer function内部 那么消费到我passer function内部以后 那么由用户具体去计算的真正的一个计算 或者运算的逻辑是什么样的 那么用户提供了这个计算和运算的逻辑之后 那么如果这个结果有output的话 如果就是说咱们期望有output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passer function它会以一个充当producer的角色 那么将处理以后的这个就是消息 然后以producer的形式写到了output的topic中 那么这个log topic呢 其实是说passer function提供了一个这样一个debug的命令 debug的功能允许用户在就是编写自己计算逻辑的时候 可以内嵌一些自己debug的日志信息 然后最后的这个日志信息它会通过也是同样以producer的形式写到一个logtopic中 最后我们debug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消费这个logtopic 然后来定位或者确定相应的问题 OK 这个其实是说passer function整体的一个逻辑和概念 其实我们上面说到我们从inputtopics消费消息 然后消费消息 然后经过passer function的处理 然后我们又以consumer的形式把消息写到了output的topic中 那么其实最关键的一番一个环节呢 就是说我在passer function的这个模块中 我真正去怎么处理这个消息 那么其实是说用户有时候也需要与我passer function内部本身的一些状态进行一些交互 那么比如是说我们想要去获取 你是当前的这个tenit是什么 namespace是什么 包括你的function name function id 一些这样的一些基础的状态信息 所以的话其实我们在这passer function中提供了一个context的接口 提供了一个context接口 在其中呢暴露了目前的话暴露了有这么一些方法 那么这个context的接口呢 其实是说允许用户在编写这个自己的计算逻辑的时候 通过调用context的接口 然后来与passer function内部进行一系列的数据交互和数据的流转 OK 下面的话我们说一下passer function的sdk 那么passer function的话我们之前也提到passer function 使用的是passer function的instance 其实是说相当于一个整体的一个client端 那么PortoBuff中间我们使用了一个PortoBuff的协议 那么使用了PortoBuff的协议 那么我们可以基于PortoBuff的协议的一个格式呢 去实现各种各样语言的一个不同的sdk 目前的话我们是支持了一个jr function 还有一个是pathon function 还有一个golan function 其实在实现这三种 就是目前已支持的这三种语言的function上的话 其实对于不同语言或者是不同的一些特性 它们之间又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这个也是语言本身的一些特性所限制的 你相信对于java和golan语言 它们可能是说本身是我自己是一门静态语言 但虽然作为静态语言 但是说java function它提供了一个class loader的机制 所以它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反射能力 也就是类似于能达到一个动态反射的这样的一个 类似于能达到动态反射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的话是我们在这儿的话 在java function中我们处理了 在这儿同时实现了sdk和plugin的两种形式 那么其实对于python function来说的话 其实这个事情就相对更比较简单了 因为python本身的话它是作为一名动态语言的 然后所以的话对于动态反射这个 它本身就是这个语言所赋予它的一个比较强势 强项 所以的话在java function同时也是支持了一个sdk和plugin的形式 但是golan这门语言的话是说本身的话 它支持它是一门静态语言 它也同时支持了反射功能 但它的反射的这个功能和力度是相对比较弱的 对所以的话这儿的话在golan的function中 我们只能是说用户也import一个sdk的形式 然后将这个sdk引入进来 那么我们再编写好整个的golan的一个go function的一个处理的逻辑 或者语句以后 连同我们的提供的sdk整体打包成一个 用go build的打包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可知性文件 然后提供给整个的一个function worker来做相应的调度 OK 后面的话其实也欢迎社区内的同学 然后继续帮忙贡献其他语言的function 然后来一块丰富和完善这一块的功能 OK 那么我们说了一下这个pass function 大体介绍了一下pass function整体的一个思路和逻辑 那么pass function真正的一个使用场景是什么 就是在我们这些用户的过程中 其实发现真正用大家用的最多的场景 基本是下面这几种 第一个最常见的可能是etl 对还有一个是data enhancement 这个是数据增强 这种尤其在广告部门或者这样的一个部门 可能用的比较多 还有一个是数据过滤 另一个是说动态路由 还有一个是报警和预知的功能 OK 下面的话我们挑了几个比较有典型的或者典型的例子 然后来简单看一下这几种不同的一个使用场景 OK 那对于这种动态路由的这个功能的话 其实是说 我现在有一个input topic 我input的一个topic的话 我现在的话我是期望我的是基于一个路由 这我用户自己编写了一个基于路由的一个规则的一个function 那么我们从input topic中接收到的消息 那么经过用户自己编写的这个routine function之后 他会按照用户的这个规则把具体相应的一些路由的消息 分发到了一个不同的一个topic中 那比如说现在我有一系列的水果 那我的这个路由的规则呢 是说我想要一个苹果 那我就把苹果放 苹果这个水果 苹果这种水果呢 放到了这个matched topic中 那不是苹果的呢 就是unmatched topic 那同时的话 我们在这个pass function中 同时也能够允许用户去做这样一个状态的支持和管理 那整个pass function的所有的状态信息呢 它是存储在了bookkeeper上 OK 这个是动态路由这样的一个使用场景 还有一个呢 是说消息过滤 那消息过滤的话 这个场景就相对比较常见了 第一个是说 假设我们现在这个也是类似于上游的一个input topic 那我input topic的话 我们是说它的这个前述和我的目标的值 看是不是能够对应的起来 如果对应的起来的话 那我就是 那我就是说 这条message是我要的一个message 那我就把这条message过滤到这个对应的topic中 如果我的类型不匹配呢 其实我就可以 那个啥 我就可以直接忽略掉 那么其实这种在银行类型的转账中 还是挺常见的一个场景 OK 第三种实行场景呢 是说transformation 就是做一个数据格式的转换 比如说我们现在 可能由于一些信息 我们需要对个人的一些身份信息 进行一个脱敏操作 那比如说对于join 我们需要对它的一个身份证信息进行脱敏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编写一个自己的一个function 那我现在是说要把数字123就是从1到9的这些数字都能都要换成一个大写的x来替代 那么这个也是说一个数据脱敏的一个过程 OK 其实我们还可以用整个用pass function来做整个预值和一个报警的一个功能 那现在的话假设是说我在我的input topic中有这样的一个message 那它的可能是说我的metrics是89.3 那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最直接或者简单的一个使用场景就是说 我现在要看我的磁盘使用量 那么当我的磁盘使用量达到85%以后 我希望系统能给我一个报警 所以最起码是通过邮件的形式或者就是短信的形式能够通知到我 那么其实我们在可以就可以自己编写这样的一个预值报警的一个function 然后来去运行这样的一个场景来 然后最后把这个具体过滤到的消息 然后输出到了我们一个可以运于报警的一个topic 然后我们就是如果一旦这个topic接收到消息 那么然后给用户就发送这样的一条消息或者是通知 对所以其实是说这是比较典型的几个使用场景和使用的例子 那么大家在这儿做一个介绍 其实pass function除了是说我作为一个instance之外的话 那么其实它是一个相对而言非常轻量化的一个东西 那么所以是说我可以在一个不同的服务 就是一个pass的服务上我可以起很多这样的一个pass function的一个instance 来去做我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数据处理 那对于相应的处理的话那么相当于是说 对于每一个pass function instance 那么都提供了一个资源的限制或者是配额或管理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我们可以指定你当前这个CPU使用了 当前这个pass function的instance允许使用的一个CPU是多少 然后允许使用的一个member的大小是多少 允许使用磁盘的一个大小是多少 那么其实指定的整体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 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话 现在要去通过pass admin的一个cli的工具 我们要去做一个create function的一个创 创建一个pass function的instance 那现在的话我允许它指定CPU的个数是bug call 然后它的rem的这个指数 这需要注意一下这个是一个bass字节 对然后我们可以指定它的disk的磁盘的数量是多少 OK 就是pass function它虽然是说一个serverless的一个概念 但是它也划归到了整个一个流失计算和流失处理的一个范畴内 所以是说在整个流失计算和流失处理的这个范畴中呢 就是对于一个消息的语益保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同样的就是说我们目前在pass function中同样支持了这三种语益 目前的话是说有at most once at least once和effectly once 这两种的话应该大家都好理解 就是at most once的话就是最多发送一次 这条消息它的意思是说这条消息我尽可能的给你发送 如果发送的能够接受正常的接收过去 那么就是OK的 如果接收不到 那其实我也没有能力再 我也不会再重新给你去发送 那么at least once呢 是说我至少至少发送一次 如果我这次发送的失败了 那我可能会没有在指定的时间内接收到相应的这个response 那我可能就会去重新去发送这条数据 那么重发这条数据其实它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 就是说可能会造成这个消息的重复 另一个呢 其实最关键的一个语益是effectly once 其实在更多的流逝 流逝系统里面的话 大家一般叫exactly once 那么其实在passer这里面呢 它定义了是一个effectly once 就是有效一次 那就是说 我的这个消息 不管是在发送之前和发送之后 我的状态是不会发生改变的 而且我的这个消息会被正确的只能投递一次到这个passer的broker中 然后紧接着再存储到bookkeeper里面 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atmost once atmost once的话 其实就是说我从上游开始做一个操作 然后我处理 然后我再紧接着做一个操作 如果失败了 那我就没有后续 然后其实我也不会再去做一个相应的处理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静而为的一个形态 对 那at least once 相较于atmost once的话 就是我地下先给你就是发送一个message1 那么如果message1发送的这个失败之后 那么其实我会进行一个retride的动作 就会进行一个重视的动作 那重视动作重复以后 那么即使在这儿的话 其实会造成消息重复的就是这个问题 那么其实如果第一次发送的这个过程中 也是在一一标记的future失败的这个状态中 有可能是由于我的网络延迟或者网络抖动 所以在规定的时间内我的operator 这个也没有暂时没有收到那个指定的response 那其实是说那我就是会在第二条 那么我又重新发起一个重视的功能 重新发送一下这条消息 那其实那在发送到这条消息过去之后呢 有可能是我这条这处理一失败的这个场景 它也发送成功了 所以就会在broker中造成一个消息的重复 OK这个是at least once ok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整个effective once的这一块的东西 那么先介绍effective once之前呢 其实我们看一下就是如何我们去做一个实现一个就是exactly once的一个动作 这市面上很多的一个做法是说我们先做一个snapshot 或者做一个状态的一个check checkpoint 或者这是一种方式 或者另一种方式是说我们在基于at least once的基础上呢 我们做一个数据的去从 咱们上面讲到是说at least once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说消息肯定能够送到 但是可能会在broker端造成消息的一个重复 所以的话是说这也给我们提供另一种思路就是我还是进去用你at least once的模型 那么其实我可以在基于你at least once的模型上做一个重复数据的 也是类似于达到了这样一个effective once的寓意 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snapshot或者checkpoint的这种的实现形式 那么其实是说这个图是说在te的这个时间段内 我从上游正确的发送了三五八十三二十一这么几条消息 那么其实如果我发送这个成功的话以后 那么其实我的这个在内存中的状态是说s等于4 那其实这个是说在te整个的时间状态内 我是一个成功的状态 那我现在设置了我的checkpoint的状态就是等于4 那么其实到了t2这个时刻我继续发送这个消息 发送到了消息8 那么其实三五的话这个时候我发现我发送失败了 在我的内存中的话可能这个状态是12 但是其实是它是已经是一个处于失败的状态 所以的话其实在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就需要在整个的这个t3的时间阶段内做一个回滚的操作 那这个回滚的操作是说我基于这个之前我在te这个时间段内 我做好的这个正确的被我记录的这个checkpoint的s等于4 那我再回滚到你这个把你内存中的状态 就是由s等于12再继续回滚到s等于4这个状态 再去做一个输出或者处理 那么rollback之后 那我其实又回到了一个te的状态 那我就再正确的去从事或者去发送看是否能够发送成功 那at least once和重复数据的一个删除的一个实现模式 其实它就是基于一个at least once的模型 那在我们的这个操作中呢 我们还是一样第一次操作 我们可能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 或者是当机或者网络抖动网络延迟 我们送的这个message的动作失败了 那么失败以后在第二步的话 我们成功的发起了重试 那重试之后呢 其实是说我们在整个operation的这个operator状态的中的话 我们需要做一个重复语义的一个删除 那么其实我们是需要在整个的一个类似于一个transaction 的log中去记录这样的一个状态 OK这个是说at least once加一个重复数据的删除 那么跟at least once语义本身的话 其实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在于第三步 就是说我们当你去操作完以后 那么整个一个这个到了这个operator状态 也是说broker的 这个时候broker检测到了有重复数据生成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他们他会有相应的一个transaction的一个log的记录 那么记录说我档签的这个数据是一个重复的数据 那么我会把这个数据做一个驱从 OK下面的话 它整体的一个优点和缺点 那其实snapshot和checkpoint的这种是 它的优点就是性能和资源的开销相对是比较小的 它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 触到故障需要恢复时对性能的影响比较大 然后随着操作链路的增加 对性能的影响也会随之上升 它的这个缺点是说为什么这么导致的呢 主要是说当你用了snapshot或者checkpoint state checkpoint的这种方式之后呢 其实是说当你一旦出现失败或者错误的时候 需要去执行rollback操作 那你需要执行rollback操作的这个同时 那你整个系统对外是不能继续提供服务的 所以的话如果遇到故障需要恢复时 其实对性能的一个影响是比较大的 第二个的话是操作链路的增加的话 对性能的影响也会随之提升 因为你整个操作的链路 假如是说你整个这个事物的链路比较长 那你需要做snapshot和checkpoint的时候 需要回滚的时候 那你需要回滚的动作也会比较多 对第二个的是说第二种实现方式的话 是说at least once和加上一个重复数据的一个删除 它的一个优点是说发生故障后对性能的影响是局部化的 那局部化的这个是说区别于整个区别于snapshot或者checkpoint的这种实现方式 它是在你整个需要做出现错误进行rollback回滚的时候 那我不需要这个不需要去暂停你这个服务对外的一个 对外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动作 第二个是说故障的影响不受操作链路大小的影响 就是因为就跟我们上面那个图中讲到的是说 我们对于每一次的重复数据 它还是基于at least once的这样的一个模型正确的去发送你的数据 那如果你失败那我就去重新去发送 我唯一比at least once多做的一步是说我记录了一个transaction log 那么正是因为记录这个transaction log的这么一个状态信息 其实导致的它的一个缺点是说我需要有一个大量的重重资源 那相对于是说snapshot或者checkpoint的话 其实我只需要去记录一下我的这个 记录一下那我的这个就是状态和那个状态信息是什么就行了 OK 下面的话其实我们讲另一个比较关键的组件 passer function中是一个run time run time的话其实是说 在我们讲述instance的时候我们通过了passer function admincli创建了这样的一个提供了passer function 运行所需要的一些参数信息 但是这个参数信息到了不同的这种语言的执行环境中 它是不可以运行或者是说执行的 那么其实是说所以的话 在这我们需要有一个整个的一个run time的这么一层 来去整把整个一个passer function instance 真正的去run起来或者是说执行起来 那么目前的话 目前的话 目前的话 找我支持三种run time的形式 一种是thread 因为这个的话thread runtime是使用java的那个thread模型 所以是说在python function和go function是没办法使用的 还有默认情况下的话是提供了一个process的run time 进程的run time 还有一个提供了一个k8s的run time 就是容器 在k8s或者docker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去运行 那么它真正的一个逻辑就是说代码实现的逻辑就是抽象了两层接口 那么第一个是说run time抽象了一个run time的接口 那么就是thread process和k8s同时去实现这么一个接口 run time的接口 那么在run time的factory中 它又去创建了一个run time的container出来 然后最后这个container所做的事情就是说 它有一个run time swiper的一个东西 它去把整个你在instance中提供给passer function这边的一些参数信息 进行一个拼装 拼装然后拼结成一个整个这个系统可以运行的一个就是各个语言的运行是可以执行的这样一个命令 然后最后去交给真正的这个语言的底层去执行这个方式 OK 最后一个的话是说其实我们是说我们有了一个passer的function的一个instance 这个相当于一个passer的一个client端 那么我们在协议处理和协议解析的这个上面呢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put-buff的协议 那么真正有了instance我们真正去执行的时候 我们有function的run time 我们提供了不同的run time的形式 然后在run time这一层我们也能够把function一个function真正的运行起来了 那这个这么多的一个passer instance同时递交上来以后 那么我们又有谁来去调度 或者是说究竟怎么谁去调度这么多的一个passer function的instance呢 其实是说这儿是引入了一个passer function的另一个组件 叫做function worker 在function worker的这个模型中呢 是说我们现在假设是说从passer instance 也是说我们的一个用户端 我们创建了一个create了一个function的instance 那么create后res server接收到这个请求以后会 因为整个在passer的一个实现中 如果大家有对passer圆满感兴趣或者研究过的话 会看到整个passer的一个实现大部分都是一个异步调用过程的一个实现 所以其实在这儿的话 那么从一个passer instance 直接创建一个function的请求以后 它也会是一种异步调用的形式 直接把这个请求先返回 那么返回之后 那么整个现在有一个组件叫做function metadata manager 那function metadata manager 它会首先去接收到你当前create这样的function的一个请求 那么会将这个create function的这样的一个原数据的信息 存储到了一个function metadata的一个topic中 那么function metadata topic 监听到了就是metadata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或者变化以后 那么它会把这个请求返回给function metadata的manager 那么会有这儿的话会有一个类似于trigger的一个事件出发器的一个动作 那么如果监测到function metadata topic中有这样一个状态更新的话 那么function metadata的manager 它会去调用或者触发一个调度的manager 来真正的去调度你这样的一个信息 那么调度的manager呢 会把你整个要调度的 你当前调度的是谁 你要交给哪个workers调度 这样的一个met结构的映射结构 然后去放到了一个assigment的一个topic中 那么这个topic呢 其实是存储了一个真正的一个调度的一个 调度的信息 那么在这个function的runtime manager 一旦监听到了assigment的topic 有任何的一个请求或者变化的时候 那么function runtime manager 会去它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一个运行的这个逻辑 那么其实它真正调用的runtime manager 其实大家可能也会猜到 其实它这调用的是pass function runtime的逻辑 来去真正执行你这个真正调度的这个逻辑是什么 那么其实后面我们还可以看到的一个叫做memeship manager 也就是说所有的function worker 在整个的这个基础结构中每个节点都是对等的 那所有的节点进来以后 那都会去先给注册到了这个 那个coordination topic中 那么会由这个memeship manager 究竟选举出来一个当前active 出于active状态的一个function worker 来去执行真正的一个function worker的调度 那么它会去分配具体你当前的这个消息 是要应该交给哪一个function的 来去调度这样的一个你的执行你的任务 请求 对 OK 那么我们其实这个上面的话 其实我们大体就讲完了整个pass function的一个 作为一个server list的模型和体系结构 那么server list最关键的一个东西叫做事件触发机制 那么在整个pass function中 其实我们能够看到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组件 一个是作为client端的一个pass instance 那么pass instance的话 它构建了这样的一个客户端的一个操作行为 但是pass instance本身又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执行能力 或者是说runtime的一个形式 所以我们又基于这个pass instance 又分装了一层pass function自己的runtime 同时制成了thread process和k8s这三种runtime 那么这两种个client们通过PP协议 然后来与function worker这样的一个调度器进行一个交互 来完成整个一个server list模型体系的一个事件触发机制和调度机制 OK 那么其实我们下面讲了这么多 其实是都是讲的单一的一个pass function 我从上游的input topic 经过我pass function的执行到下游的topic 我究竟是该怎么去 怎么去调度 那么其实我们是想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 是说你下游吐出来的一个output topic 同时可以作为我下一个pass function 使用的这样一个topic 也就是说让pass function 它具备这样的一个编排的能力 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类似于yaml的配置文件 或者dlsdsl的这样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文件格式 然后类似于能够让function可以像这样的一个玩法 就是你的output topic吐出来 你可能有同时被你的output topic和你的output topic 同时作为pass function的input topic 然后再进行一个输出 我们类似于想提供这样一个function的一个编排的一个能力 那么这个的话目前的话也在就是我们也在这个实现中 大家有对这个功能感兴趣的可以一起参与进来 这个呢peep是peep66 OK 这个就是我们大顶的下一步function的话 具体会做的一个比较大的动作 我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 我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龙哥的精彩分享 然后大家对龙哥的分享有什么 有什么 现在就可以提了 aparty posa呢 它是集消息存储尽量级介绍为一体的消息流平台 posa function是吸引社区使用posa的一个重要特性 嗯 那么龙哥其实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一下 就是咱们对posa 对本讲的意思就是比较深入 你能稍微结合具体的业务给大家就是某一些业务场景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posa function 给业务上能带来的收益吗 嗯 好的 好的 其实其实在这儿的话 其实我简单罗列了一下posa function 整个的一个使用场景 大体是一个什么样子 比如我们最前借的etl 那么etl咱们拿etl中的t来举例 就是我们在这儿所讲到的一个transform 那transform 其实我们这个应该是大家平时也比较熟悉的 应该大家我们手里都类似于有什么招商银行什么样的一个app 那这样的一个app出来以后 我们的金额或者我们个人的一些电话号码或者敏感信息 其实我们都是用类似于exe或者新这样的一些特殊字符进行加密的 那么其实是说我目前的话 我发送到了posa里面的一个topic中的一些信息 可能是说这样的一个原始的一个没有加密的一个数据 或者没有加密的一个信息 那么其实用户这儿就可以编写自己的一个posa function 类似于是说 我就现在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政责匹配的表达 是把所有0到9 所有的数字我都替换为exe或者新这样的一个特殊字符 然后来去做一个数据脱名的操作 对这个可能是说整个在一个银行业务 或者是说整个跟个人用户或者个人信息敏感的一个业务场景中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使用常见 好的 非常感谢能哥 其他人还有问题吗 现在可以问 OK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今天 这个是我们抛下中文专场 今天到现在为止 我们就已经圆满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和大家的参与 也感谢阿巴奇抗主委会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好的机会 然后让大家有机会在这个大舞台上充分的去宣讲抛下 让大家有机会来聆听抛下的一些故事和它的丰富的知识 那么我们的中文专场到时结束呢 在五个小时左右 我们的英文专场 就PALSA的英文专场也会开启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可以接着来参加我们的英文专场 We have 5 more talks to you PALSA in about 5 hours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PALSA Welcome to join us We are here waiting for you Thank you all 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先到这 谢谢龙哥 好好好 多谢展宁 animated 4 3 3 4 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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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